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盆花等待着喷林 房屋等待着主人 街道等待着脚步 十年等待着秋收 整个村庄等待着一场复苏的春天 《记忆的碎片》是何嘉林创作于2014年的心灵之作 一半萧瑟 一半生机 烧灼的碎片搅置出历史的香愁与未来的憧憬 何嘉林先生一直被称之为现代文化的代表 这幅《记忆的碎片》并不是古代文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而是在现代文明中对中华文明的一种深层的思考 白色的背景上 幽深沉寂的蓝色调缓缓扑展开 笔墨间仿佛可以听到一首古老的曲调 吹奏着忧郁快乐 失落和恍惚之间的微妙关系 蜿蜒的河流 遥远的村庄 讲述着历史的心事 如果每一片记忆都是生命中一块独特的碎片 画家何嘉林与古村落的故事 要从那块泛着西湖剥光的碎片说起 1975年 何嘉林随父母从陕西返回祖籍浙江 定居杭州 从黄土高天到江南明郡 少年仿佛一脚踏入了活着的历史 城隍山 西陵印射 和被文人抹刻描写了几千年的西湖 难以被时间磨灭的文化遗存 触手可及 这让何嘉林感觉历史距离我们很近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 感受到了与古人对话 这样的一种美妙 使我有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归宿感 从此 何嘉林成为生活中 文化遗迹的捕捉者 定居杭州后 他受浙江美院任教的伯父影响 窥见了艺术的宽广 后又考入浙江美术学院 杭州周边的古村落成为他写生长去之地 历史久远的痕迹 远味独特的古居 远味独特的古居 向文明一路走来的足迹 点燃他的创作热情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 何嘉林跑遍祖国大江南北探寻古村落 每一个村子都有不一样的脸庞 或庄重或质朴 仿佛时间的悠长诗篇 铭刻着历史的痕迹 这些古村落实际上是我们一种活着的文物 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向往 所以我经常会寻找一些 有古村落的地方去写生 何嘉林用艺术的方式 将这些温暖的生活痕迹 与历史的记忆 如魔法师般融住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 创造出一幅幅 以古村落相酬为主题的作品 我们在何嘉林的作品中 最能够感受到的 一以贯之的绘画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 重新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 以毛笔细腻柔软的目光 触摸村庄生活的纹理 何嘉林写生 更像是和村庄的一场对谈 墙上的一行字 一方燕台 一口水缸 因为人的痕迹 变成了一个生命体 诉说着他的时代 他和主人的故事 这种感受里 也让何嘉林 更能敏锐察觉到 古村生命脉搏的变化 时代大步向前 留下失落的村庄 和弥散的乡愁 对古村生命衰落的忧虑 在2013年的一天 排山倒海般的击中了何嘉林 当年我带学生在西川村写生的时候 西洋打在金黄色的土墙之上 整个村落弥漫着一种失忆 让人诺大的一个村落 却只居住着三五户人家 许多的院落其实都已经花了 那是一种让人心痛的美感 这个残阳如雪的黄昏 深深烙印在何嘉林心中 巨大的冲击力萦绕心头 他希望创作一幅作品 引起人们对正在逝去的 古村落的关注 酝酿一年多后 何嘉林开始第一次尝试 如果这幅作品呈现给大家 只是一个很美的一幅村落山水 我觉得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冥思苦想中 时空的维度被宣指拉长 寄予现实的碎片 在画家脑中重叠交织 突然间 灵光乍现 画面上部 何嘉林用细节描绘出一个 恍若正在梦中 轻轻呼吸的田径古村 木梯携椅 晾晒粮式的木条 横在河上 以静态的方式 展现出生命的流动 村擦勾勒土墙历史的斑驳 淡墨 云染树木生命的网绿 浓淡 可润 笔法交替 洋溢出古老中的生机 画面下部 村庄标志性的大树 枯朽青岛 毛笔细致勾勒出 树干每一寸均裂 如岁月的刀痕 池塘上水泻破败 残河凋零 云烟横断画面 上半是生机 下半是死寂 古村在漫长时间轴中 触目惊心的衰老过程 被呈现于纸上 突然脑子里面就蹦出来 黄公望福春山区图 当年从火中给它 抢救过来了 那么我们的古村落文明 实际上也要把它 抢救过来 所以我就想着 用这样的一种 类似于火烧的方式 让这幅作品 形成一种痛点 烈焰 焚烧 破洞 挽救 何嘉林找到了 寄托迫切危机感 与强烈心声的载体 黄若火蛇焚过的纸面 留下破碎的苦洞 像呐喊的嘴 我们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但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城市 可能就是七十年 那么中华的历史在哪里呢 所以我相信 何嘉林画的这样一些 古代的村落 它是站在当下的角度 站在全球的角度 对中华文明的一种回溯 总是在奔跑中 我们眷恋历史深处的那片安宁 旧时的巷口 渺渺的吹烟 湘土中国里藏着岁月长河中心灵不变的味界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画纸内外 乡愁正以实体的形式 生长复活于绿水青山间 那里 看得见家国的来路 也藏着文明的未来 物色之洞 心已谣言 面对真山水 我往往会很激动 想用自己的内心 与之对话 交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